同學 收看之前 請先收看上集 開始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啦 沒關係啦 人生第一次 我就投給你們阿狗 他如果說阿狗的人就是什麼 已經比較中天選擇了 如果說 要說 馬英 狗 那就是勝率 這是另外一個感覺 如果說 送盤的 還是說 人家說八十二 什麼 我不說什麼 知道代號的人 就是大概 你就知道他的政治傾向 好 來 又開始 當下告 我想說 好 沒關係 九八五九 馬上好 我說真的 那時候真的 人家講的啦 一個怨答 一個怨答 我那時候 阿狗 我說沒關係啦 他說阿你阿 看你那個高級 你在那邊忐忐 不然也來 把他拆起來了 錄的時候 九八五九 一路狂瀉 到那個金融海嘯 錄到那個三九五五 出土丹 我後邊 錄的時候 一錄下去 好 那時候說真的 錄到真的頭到天 我穿到電視那邊過來 媽你怎樣 喔 頭痛 胃痛 我那個時候才發現 喔 真的頭痛 胃痛 之前阿伯那幾個普通頭 頭痛 胃痛 但後面 我真的 說真的 你整個財產 頭到裡面去 你真的快吃不下飯 你現在在看的人 一天會想 哪沒有投資人會想說 啊 你應該死了 貪婪 為什麼 我當初來 教訓我自己 我那個時候 我也不怪政府 我當初來 環保說沒關係 你後來算我的 我後來 那個錢我慢慢向你 雖然是 我們說好 欸 你來 我就是幫你操作院打院 但是沒關係 我就是 做你老公 沒關係 我來告訴你 開始的時候 我在這裡一直想 一直在那裡 你完全找不到停順電 喔 一直下去 那個時候 我滿手都是電子股 齁 記憶體啦 什麼啦 一直在那裡 完全沒辦法 我本來後面 去我們一個人家那裡有沒有 去那一個後面 他跟他講喔 誰呢 你那個金融股齁 你如果都沒辦法作 我問 你老人 我跟你講 金融海峽 我去靠金融股翻身 後來跌到那個六千的時候 我那天完全不算開什麼 但是我很感謝那個時候的我 我全部把我的電子股都出清 全部拚掉 拚掉了的時候 有沒有 我全部把那些錢 丟到 全部的那個關股銀行 帶一支銷 我來買一支 全部轉月 我沒有說 你在開什麼 你就整支都賣 就說 我沒有 我在那裡輸錢 我不甘願 但是 投資你如果輸錢不甘願 有可能你會繼續破產 那後面我跟他講 那是牽扯到投資心理學 我那個時候 就是六千多 我是大概把他看大概破五千 破那個阿扁 那個5225 結果殺到3955 那時候要下去 大家人家真的說這個 壓口無言 壓須人 錢壓頂也沒有錢在這裡 我後面還會講到那個資金比重分配 然後 我那時候說 全部的錢都落在那些金比重 做多的時候 我選擇錢 我開始放空 後來我會想到 買的時候 賬上 你要想到 那個 股票買的時候六千多 買的時候 跌到六千多 又有沒有又腰斬 那時候就是腰斬 一直腰斬 跌到變腳皮 你知道嗎 人的腰 跌成兩跪 再來換爛腳這邊 再來大腿小腿 跌到變腳皮 完全找不到停順點 你如果說現在停順才好 然後那個時候股票我六千多 也是換到金融股 也是一樣一批腰斬 但是我選擇錢的部分 我只做幾個 遠越的那種空丹而已 那好笑咧 我先跟你說喔 那時候遠越的空丹幾個要靠北 98、59、6至395 大概花一個多月的時間而已 狂蟹差不多要到六千點 你怎麼知道那選擇錢 你如果把它偷一萬塊下去啊 你去把它找那個歷史資料 一萬塊一個多會變六百萬 那是選擇錢 恐怖出來 但是你如果想說 你如果是買對邊 你是買的那種做買方的 我只剩一萬之後而已 但是我有可能今天太六百萬 但是你那個時候如果做賣方的 為了想賺那個一萬塊錢 你已經有沒有 你下去下去下去到六百 去那裡下去直殺到 一比六百你就破散了 而且因為那個選擇錢在買很便宜嘛 它的財務槓桿很高 而且財務槓桿這種東西 同學聽不懂 我後面就再解釋 所以講起來有很多 好重點 換到那裡 我下去到三九五 我下去嘛 大概微型反轉到六千多的時候 我那些全部 以前血盆過了那些又彈回來 我那時候全部都沒錢出錢 六千多我再看 然後時候 一路我記得外資還看很差 我說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買的負方金 都買的最低點 十六十六點九五元 我還記得再過一年了 我那時候買了 去泰國 過一七頭 人很奇怪喔 你跌停你可以一直爆 從一百塊爆到 跌到兩年你還死爆喔 然後你買的時候 一直漲停 兩支你都受不了快賣出去了 要出在泰國的時候 我先給他一支條 因為那時候 我會寄外資的證券 我不能說第一件 他就說 因為他們沒買到 然後 那個評比看衰 某一家什麼公司 剛才中我那支 那個什麼 富邦 我就聽說 好夭壽咧 我有賺就好 我買兩支 我就多少離開 十幾千塊就好 一支鐵壁就買了 結果一回來 頭頭跳 跟進富邦 比那個 美鳥 國太錢比較多 因為他們兄弟 昨天我們就看 他早晚會追過去 因為 股市還有比價的關係 那就以後再講 後來的時候 到後來 我後面 為什麼 欸 有的感覺兩棟都堵了 所以同學在問 為什麼百中學在看事情那麼準 因為兩邊我就吃到憋 後來 我也有帶你們送飯 後來我就帶送飯 但是他沒條 對不對 因為到送飯 我在那時候看 國民黨那個 十安 那個時候真的 做得非常爛 做一檔中那五都 不知道 現在幾都還不記得 都 拿了差不多 你就覺得說 齁 應該是好 算得很爽 但是 現在一檔獨大之後 你來看 雖然股市萬點 因為股市的話 是跟景氣 那是零先半年 那套是這樣下來 你現在說股市三萬年 你現在人面子 我經濟很慢 奇怪 那就是這樣 你那種股市有一天 欸 慢慢回溫回來的時候 欸 景氣上去 你那 那奇怪 我就明明 覺得最近太好 有什麼故事一直看到 對啊 那就是景氣循環 然後 就跟我們說 會了解 東西這麼多 看得比較清楚 人家說 不論小穴淵得虎子 沒有 不論虎穴 淵得虎子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你不要做到土匪 你就知道土匪的邏輯觀念 我不要去做那種 不要去想到那個 喔 死人間那種的邏輯 再來回來看這個 因為兩邊我都有去分析過 後來 我有拼 現在剛才中間選 你們都不能投票 真的 剛才我們啊 因為投票都一樣 但是有些人他說 投廢票 會比沒有去投 這個好 我是後來在思考這個問題 啊 當然 我是希望政府會更好 來 我們再來看 我快點解決 要不然真的太長了 看清那個 產業公務店 對你投資有什麼好處呢 我跟你講 以十年 十年車 就最近在公務法座嘛 我們不要去批開 那時候要在煮什麼 你今天 你如果真的是實施下去 嗯 那個十年車又不是這樣 你不能開 我跟你講啦 我就講過了 噴射引擎的車 你時間一到 你把那個驗車標準拉高 你車況只好一定都會GG 就像人 你不能 年輕人二十幾歲 他的血壓 跟六十五歲的血壓 他身體顧著太好 後來 你以消費那個 老人的標準來講 你六十五歲 你血壓沒有到那個標準值 什麼書章約 什麼一百二到八十 哦 拿去消費 拿去汽車 你對那個 退休欄人公平嗎 對不對 老年人 他們一輩子 為台灣耕耘 他們的智慧 是存在腦子裡面 他們是靠腦子在傳承 不是靠體力 哦 這我是比喻 那台車 我就會記得 我會說 騎摩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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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摩托車 你如果旁邊賣一個兩百塊 車中間都縮放一次 再賣 都要花一百塊 我賣的 然後看清公平 你怎麼呢 比如說 我講說 欸 車子 你換新車嘛 公司現在 整個小型的 你怎麼賺不掉 家裡它有 上市上貴的 欸 上市上貴它有一個好處 它可以 以產業輪動來賺錢 投資的話 你不要去投入 那個什麼 政黨色彩和感情 你才有賺錢 啊 講一下不要聽了 你今天 如果 股市要賺錢很簡單 你就是先 秀出那個方向 欸 像現在人在說 前瞻題材 不管你好壞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賺錢 你知道嗎 風力發電什麼 包括最近的什麼 空污 它有一定有什麼 空污概念股 你就仔細在那裡看 裡面就有一堆 那些就翻紅 啊為什麼要炒作那些東西 因為 它就是要產業輪動 但是你如果說 一般你沒有再 對投資 你不了解的人 你就覺得 齁 很辛苦 說這樣 掃到的時候 大家疼不疼 沒關係啊 我也去買風力概念股 你今天 好 你要配合家園 我雖然是感覺 那種東西 來講的話 成本來講 你短時間內要壓到這樣子 算在人民身上 什麼東西狂漲 那是真的都直接問題 但是 好啊 綠能概念股 要有2000萬 露下去 也是對人這樣 對啊 反而 結果 我已經大賺錢了 人就是這樣子啦 但是 你如果說 完全沒有在乎投資 沒有在乎 景氣巡迫 沒有在乎 政府全部的洞下的人 你就是 一個局外人 你永遠都是受害的 那一個 你看有的人 為什麼吃飽圓圓 坐在那裡講話 我不是說我 我生活很辛苦 坐在那裡講話 一直胃 錢就湯湯了 那些勞工在外面 在那裡 頂幫忙 頂到手裡 頂到什麼 幫忙都可以學 就像郭董說的 他說的 你尿尿就變黃 我已經變黃色了 我沒有變黃 我整個都崩潰了 沒效 你錢也賺那麼少 因為 怎麼講 你要當一個比較有錢的人 你腦袋要先換 你腦袋如果沒換過去 你再一千萬 你倒資量就算了 我就以前 我爸跟我講的 王永慶 那個人 你把他 從現在這個時代歸零 你 從頭開始 他以後再幾年他也是變企業家 因為企業家的頭腦跟你想的不一樣 企業家 比如說 我爸 我以前的老公 現在也是 從小就跟他講 這也是一種理財觀的 啊你喔 認真讀書 如果沒生 聽老闆的話 認真做 我們三個地方 這什麼 勞工他的思想就是培育勞工 一直留在 企業家他們是從小就交 來 比比跟你講 你以後要怎麼去 聘用你的那個 優良的員工 來幫你公司賺錢 比比教你怎麼看的 你怎樣 小時候學的就不一樣了 對不對 啊你所以 要怎麼說理財 因為理財這個 我是從頭到尾 用我自己的生命 用我自己的錢 拚財金和分享的同學 今天講到的時間很長 如果真的太長 我可能拆算這個錢 不然看真的又抽又長 簡單講 很多後面 理財大會講到的就是技術分析嘛 系統風險 然後融資融券 啊 期貨選擇錢 避險 基金 保險 我的經驗 我跟分享同學 但是我講的不一定對 有的人會說 哼你會有大賺錢啊 我簡單跟你講 以前我 高中一個老師跟我講說 沒有狀元老師 有狀元學生 他說他雖然 他現在 他沒辦法大賺錢 就跟他做一個高資的老師 但是他把你們這些學生教得好 他也有可能 你們幫人貪很多錢 問老師是誰 就是誰 我那句話我都有記得 我大概 今天 那個白同學 那個什麼 財經 七嘴八舌 大概要怎麼看 那個產業公務面 分享給同學 大概 要怎麼說 因為公務這種東西 那個過的 連鎖銷都很多 就跟你講 什麼時候都開 你今天換車開後 啊對 我再說一個重點 你今天 你不要看那個說 哼 那個 中古車行 或是怎樣 他們那個幾年車 沒有人買了 後來怎樣 倒了 應該 你不要人笑喔 我跟你講喔 你像最近這一期 先掃到就是那個 軍公教公務人員 還有那個 怎麼說 旅遊業 你也不會讓人說 你們就一波風 為了那個路客來 一直蓋飯店 是應該 我跟你講喔 你在台灣你一定要 你我覺得這樣 你要同時 你不可以再混在那邊藍綠 到時候真的會一起死喔 我跟你講一個 很嚴重性的問題 嘉義就好了啦 差不多五間飯店 我看到 他賣錢開幕 現在就贏了 啊 23小小的車 他已經賣錢開幕 就到了 為什麼這樣子 因為沒有路客 但是人家還在 那個 親中應該的 但是你要講喔 他建一個 飯店在那邊 最基本的 你有的 社會新鮮人 你一畢業 你就有謀生工作 因為服務業 是 最簡單的 人與人之間接觸的行業 你不用 大概基本培訓 一些理由 這樣而已 對不對 你就基本的工作 就已經沒有了 好 然後那些飯店業者 包括墾丁那些 那些業者 你也不要去跟他 落井下石 哪可以 國人 台北上到三天 啊 你如果說這樣 不可以價格 就調整一下 人 就最怕 你不講他的缺點 你慢慢跟他講 就像我以後會講說 如何當一位好業務 一個好的業務 要說 先說什麼 他發動去跟那個 沒有買東西的人 跟他問說 你為什麼沒辦法買 你跟他講缺點 他如果願意跟你講缺點 你就發 你就跟他講說 喔 拜託 你怎麼可以 讓我們台灣人 互相台灣 互相收聽 你不要看 他的墾丁的業者 到他 你覺得真壯 你不要現在樂禍 他們倒了 他們也是有家人 他們家的人 也有在拿手機子 到他之後 手機子就換了 換機槽了 然後 iPhone的銷售量 銷售量賣的是什麼 做電極公司 上市上市公司 奇怪 這一季的那個報表 那個 離電池什麼 叮噹開始下滑 怎麼那麼奇怪 你不要想說 沒關係 都騎高高路 有啊 都騎高高路 你電池的那方便 跟高高路 是不是都蓋起來 但是 你怎麼講 你買高高路之後 你其他那些 怎麼講 傳統 傳統產業 那些 你沒錢 沒錢 就不會買 電動車 你現在高高路騎 我講真的 我是不反對那台車 我覺得那台車 設計的非常好 但是 我是比較 你不要 討厭政府用那種 強制壟斷的方式 那個人殺 還有那個月租費 或是買回來 你車停的 你都沒騎 我是聽說 月租費不叫 他自動電池晶片設計 那台車便不是你的 你沒有辦法動 我是討厭他這一種設計 要不然 電動車我是覺得 騎起來 我教的感覺 短時間內看 就真的 感覺 比較不汙染 感覺 但是後座力我就不談 因為我們今天是談這個 那個公務力的問題 你變少數人賺到錢 大部分人 不然 比較省的 比較省的 你像公務人員 他現在 要怎麼說 他是不是被砍掉什麼 所得替代率 跟那種 18%作業用 之前我看日月潭 現在沒有人 你不能再看業者 以前你們都撞翻了 大家都是台灣人 你要想說 你如果你們的小孩 去那創業 鄉王將來 爸我回來 為什麼 因為那邊都沒生活 被老闆支持 你也不要說 那國事怎麼不關 最好他們那些人 都倒 你們老闆也在 倒出國事 你們老闆如果老闆倒去 鄉王一天 吳玉前 明星期剛才倒閉 員工最終四五十歲 還沒有 還沒有 你整體這樣放出去 非常恐怖 所以經濟來講的話 那個政治凌駕於 那個 那個什麼 企業上面 就是這個道理 你如果政治 欸 你做了 規劃了 你後面 沒有人敢投資 沒有人敢投資的時候 不好意思 外面什麼GTP 什麼批用議類 啊 我們國人收入有高 但是你要想 像收入真的有五千 五萬 九千九百八十九 我們都不知道差一塊 我相信你們在看的 我賺五六萬 我沒辦法 我也是一樣 二十二千 二十三千 所以我什麼東西要DIY 但是也沒有比較有錢 對不對 好啦 今天講得很長 我看我要把它切成上下集好了 要不然 真的聽起來嘴廢太累了 好啦 節目最後 記得要怎樣 訂閱百貓寫DIY教室 掰掰